大家好, 欢迎来到快乐客厨实验室 我是小林同学 今天我们分享的实验就是 薯仔炆鸡翼 这个真是传统的家常小菜 超级喜欢吃 我们现在来开始 首先我们的鸡翼解冻了清洗干净 然后我每次都会放1-2斤盐 放入鸡翼一分钟 放入鸡翼一分钟 然后再清洗干净 冲走咸气 然后用厨房纸印干它 两面都印干它 方便炒的时候不用爆油 弹到周围也是 好了, 我们来处理一下配菜 有薯仔, 干葱头, 葱粒, 和姜片 我们来开始炒了 接着加些油, 中大火 首先加些干葱头和姜片 炒一炒香 接着就可以加些鸡翼了 鸡翼了 鸡翼呢, 我每一只都会等它平均的接触鸡面 我就喜欢将那个面皮 皮那边向鸡底接触 对了, 因为油脂分布比较多 就可以逼出鸡皮的油 煎后, 反过后就不要再移动了 对了, 有它贴着锅 均匀地受热 接着反过一面 煎到金黄, 小小金黄就可以了 接着又反另一面 两面都煎, 接着就可以 炒一下它了 下薯仔了 薯仔也是一样 接着我们 炒一下薯仔就可以拌匀 炒一下它 我们时不时都可以转下锅 因为有时有些鸡翼在上面 有些下面 受热不均匀 我们转一转到它 它就会受热均匀了 那我就加了一些 一斤糖, 盐, 少许鸡汁 和蒸鱼豉油 接着我还加了一斤的豆瓣酱 这个味道就视乎你自己的鸡翼的多少 和吃不吃得少许那么多辣 豆瓣酱只不过是少许那么多辣 但是加上来又很好吃 对了, 下完味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的水 水平煮鸡翼的份量就可以了 煮到滚了之后 我们又揭起盖 试一下味道合不合 再加一斤的蚝油 蚝油炒一下鸡翼 都很夹的 接着再试一下味道 如果OK, 就是对的了 如果不合不合 你自己再尽量调一下 然后盖上盖 一路煮到它 差不多的汁 好像现在这样 汁都收到差不多的 就很漂亮了 加上葱花 转它两下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薯仔鸡翼 由落落的一下 至到熄火的一下 大概是25分钟左右 这样就已经很入味 和很软了 这些薯仔一按下去 就是烂的了 很绵滑的了 记住留一点点汁 来拌饭吃 香喷喷的家常小菜 我们个个都喜欢 吃得损了手指 虽然说这些是 很经典的家常小菜 但个个都可以各思各发 你学下我 我学下你 大家一起来做实验吧 好吃 拜拜